普京表示,中国发展势不可挡,没有任何,两国元首就乌克兰危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。 习近平阐述了中方一贯立场,以及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看法和立场,表示俄方赞赏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客观、公正、平衡立场,欢迎中方为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。 俄方致力于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,愿意展现成员,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,为促进世界安全稳定,我们的交流很深入,也很有意义。 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,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,确保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。 蔡奇、王毅参加上述活动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力尽委图